现在上场的是90后的小组 我们掌声有请 主持人好 曹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王爵 来自江苏无锡 今年23岁 大家好 我是鲁维彤 现在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再读研究生 Mucho gusto de estar aquí Mucho con mi amigo 王爵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with my friend 王爵 刚才的介绍好像不只是一种语言吧 是的 还有的就是 我已经学了十年的专业 西班牙语 参与挑战上台的是韦彤 对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 我们都是通过考试 然后一路一路考到大学的 他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本科到研究生考试 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考试 一路保送 并且他自己学习了十种不同的乐器 一个人就可以组织交响乐队 而且在这之前有一段视频 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感受一下 来 请看大屏幕 两位彼此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2018年的一次诗词雅极上认识的 天哪 你们在一起认识的场合都这么的高大上 那么文学 文学 以文会有了 其实也不只是文学 我们在像这样的诗词雅极上 并不是单纯的去吟诗作对 我们更多的是 我们可以把诗词放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场合里 或者说就是把古人想的那些思想感情 他们写出来的句子 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来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着就是要送曹老师 以及主持人各一句诗句 我先送曹老师一句诗 因为我知道曹老师是学物理的 然后物理方面的造诣也非常的高超 我就给曹老师带来一首这个杜甫里面的 《细推物理虚行了和用芙蓉伴此生》 曲家二手之二 那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 好 那我就来送哥哥一首诗 公子珍送给他的文学偶像级人物的一首诗 《万人从中一握手使我一袖三年香》 天哪 这一瞬间啊 仿佛就把我们就置身于古代 穿越到人世间最美好的那个情境和世界里面 他说这些诗意不应该从我们生活里消失 那今天呢 来到这里 如果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获得了无限之星 得到了一笔珠梦基金 这个钱怎么用呢 听障的儿童 他们其实是因为是听不到周围的世界的 所以说经常用眼睛用阅读来感受这个世界 那么所以呢 我希望能够出资给他们赠送一批图书 让他们进一步看到我们世界的美 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哇 好有爱心啊 二位何力给我们留下一段挑战学言 齐完卫是人间贵 一曲连歌敌万金 这次齐完卫是人间贵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名贵的东西它未必一定是好的 像他一曲轻歌也能抵挡万金之术 就是希望他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直达万军宝座 这个名贵的东西